大家好,我是阿群 今天我们做的占卜测试的题目是 我和心里想的这个人适合结婚吗? 那么老样子,我这边桌面上又放着五张卡牌 然后从左到右分别是 一、二、三、四、五 那大家找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 让自己的身心平静下来 然后从这五个卡牌中选择一张 就是问完这个问题 我心里想的这个人 我们适合结婚吗? 这个问题问完之后 第一直觉想选的那张牌 给他选出来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选牌吧 如果大家觉得时间不够的话 可以暂停视频来做选择 那如果选择好的话 我们接下来就来做解读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选择第一张卡牌的朋友们 你们心里想的这个人 你们适合结婚吗? 那我这边看到的是说 你心里想的这个人吧 他其实性格或者说他的一些形式来讲 方式来讲 我是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人 就是或说比较中庸一点那种 就是他不是属于那种很过激到不行的人 也不是属于那种很闷 就是让人家感觉很闷很无趣的那种人 对 他是属于那种还蛮 让人家觉得这是一个蛮中规中矩 蛮平和的人 蛮中 在中间 有那个中间度的那种人 对 就是他会 比较规矩的 就是去做到他分类的事的那种人 就他觉得是对的 他就把它做好 然后错的他也不会尽量不去 去避免这样子 对 的这样的一个人 嗯 就是 我觉得他人缘应该还不错 就大家应该也是会比较 信任他那种人 就是不会让人家想去 呃 呃 回避他就不喜欢不喜欢跟他交往的 这样的一个人 对 就是 我在我看来还不错 嗯 那你们 嗯 你们 如果说你们有结婚的话 好 就是说比如说婚后 呃 婚后的一个相处模式呢 嗯 你们的一个相处呢 我是 我会觉得说你们好像会因为一些什么事情 然后呃 可能是会一些因为外在的一些一些问题吧 然后显得呃 就是比较散 对 就是他就是关系比较不是属那种稳固的那种感觉 对 就是会有一些变动还是怎样的 嗯 因为呃 呃 我我举个例子吧 就打个比方 就好像好像类似于说那种 呃 会因为说 比如说婚后 然后大家有什么其他的事情 然后比如说呃 在异地啊 或者说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 然后分开 就是两个人互动 因为婚后嘛 我们结婚之后呃 如果是成成立一个家之后 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要一个邻居感嘛 对不对 一个家才够稳固 然后关系才够稳定嘛 对吧 那你们可能会因为呃 呃 一些现实的一些问题 然后有变动 然后显得关系会没有那么稳 就是会有一些 就是能量上是那种散散的感觉 对 那当然并不代表说你们 嗯不是 并不是出出发于说你们不不爱彼此 你们关系不好 并不是这样子的 我我这边看到的更多是因为现实的一些问题 这样子 好 对 因为我觉得你们如果是呃有结婚好就是婚后你们可以说是还是蛮幸福的那种幸福是因为对彼此很有爱了对你们是很有感情的很浪漫啊我这边感觉是很浪漫的那种感觉嗯就大家是有感情的那种那 呃呃至于说你们到底适不适合合好因为呃婚姻这种东西可能不不单单是会考虑说呃呃我爱你你爱我然后我们就适合结婚可能也会有一些现实的问题会去呃成为呃会来影响到你们的一个婚姻关系啦或说能不能结婚这一块了好 那我这边也是有看到说你们也会因为一些经济呃还是因为还是因为现实问题对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经济上的就是物质物质方面的这种问题吧 然后可能显得就是说呃嗯就是说不适合的点吧 我会觉得说是因为这些问题对 就是一些变动啊或者说经济上的一些问题 然后让你们那那我觉得你们结婚可能是或者说呃踏入婚姻可能是呃会比较有有阻碍这样子但是你们的感情我这边看来是没问题的就是他他还不错真的然后呃就是还有你们的这个连接也不错你们很浪漫很有爱就对彼此挺有感情的那种感觉对 就是发自内心的就是想给给对方爱的那种感觉好那呃呃呃就是说至于说适不适合那你我这样的一个解读 然后你们就是自己去就是自己去分析咯好这样子那这是第一个呃第一张卡卡牌的解释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选择第二张卡牌的朋友们你们心里想的这个人呃呃你们适合结婚吗 那我这边看到的是你心里想的这个人呃呃他好像有一种那种是那种呃亦正亦邪的那样的一个人对就是说他好像看起来好像有时候蛮好的然后然后但是骨子你有时候那种好像有点坏坏的 那种感觉那就是那种好像蛮捉摸不透但是又很吸引人很让人家欲罢不伦的那种感觉的人所以呃呃怎么讲就是他还是蛮也可以说他也是应该异性缘也不错也会吸引各式各样的那种异性 然后嗯就是觉得他是属于那种散发出的那种气场吧嗯属于那种不是说很正但是又很吸引人的那种感觉 所以他怎么讲呢就会让人家觉得呃呃好像这个人隐隐约约的那种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危险 但是又不受控制的被他吸引那种感觉对你这个你这个呃呃心里想这个人嗯嗯那呃呃你们说到结婚吧说到婚后的这种 如果说你们真的结婚了之后呢你们的相处呢我这边看到是说呃呃会好像会比较会经常起争执啊呃有争吵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呃呃会有一种好像大家各不相让然后就是说很想要一定要争个输赢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属于那种然后就是我这边看到就是会比较容易起争执啊嗯相处中好那你们呃呃 呃婚后幸不幸福呢我会觉得吧呃这个性可能会会有一点点幸福但是这个幸福是基于说那种呃不是说双方感情上的互动的一个幸福而是好像是属于那种好像可以做做自己喜爱的事情可以在专注在自己喜爱的事情上面比如说自己的兴趣啊或者说自己的工作啊事业啊赚钱啊等等这方面 然后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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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觉得 或者说你们其中一方 或者说双方都会觉得 好像hold不住 这个婚姻这种关系 好像自己想去坚持 但好像坚持不了 就是好像去想要守护 好像守护不了 就hold不住的那种感觉 对 就驾驭不了的那种感觉 好 那我这边还看到的一个讯息 就是说 你们的婚姻吧 感情生活吧 跟孩子会有一些关联的 对 就说可能 比如说你们可能结婚 婚后呢 你们的一些矛盾点呢 可能是因为会围绕孩子来进行 然后或者说 你们有 比如说感情有遇到困惑的时候 就是感情比较有障碍的时候呢 孩子 孩子可以成为你们的一个 缓和的一个 一个点 对 或者说 我怎么突然想到一个 就是比如说 生个孩子吧 生个孩子 好像可以让你们的感情生活 更好一点的感觉 对 就是这两种情况 对 好 反正就是跟孩子有关系 这样子 那这就是第二张卡牌的解释了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选择第三张卡牌的朋友们 你们心里想的这个人 你们适合结婚吗 我这边看到的是 你心里想的这个人啊 他好像看起来是一个比较实在 比较务实的人 对 他就是不是属于那种很飘很虚 然后很比较夸的 他看起来就是那种稳稳的 然后在做一些很实际的事情的人 对 如果说像比如说你们结婚之后 他可能是会属于那种 会成为那种比较 善于去处理家里事务的人 去掌管家里事务 然后也比较善于去理财的这里的人 可能如果说有结婚之后 他会成为那种 类似于管家呀 或者说管家婆那种角色的位置的 那种感觉 对 那可能这种人就是说 他只是做实在的这种事情 然后对于说那种浪漫啊 那种感情感这一块 可能会比较缺失啊 就他比较不是说不善于 然后也不 也不屑于说去处理感情啊 这种东西 就是说只是做他 现实那一块的那部分的事情就好了 那种感觉 好 那至于说你们婚后 比如说你们有结婚的话呢 你们的一个相处好 我会觉得 好像类似于说 因为他太实在 太务实了 然后缺乏那种 很浪漫的那种 那种 那一部分嘛 就是好像 好像类似于说 因为他太务实了 然后 并不太懂得去调解那种 就是调情吧 就是让两心关系 能够更丰盈的那种 那种感觉啦 就不太善于去处理这一部分 然后会让你们的关系 好像相处起来 就好像很 很不受滋养 对 就是好像不受滋养 就是干憋憋的 还是怎样的 不受滋养 然后就会觉得 显得不是说 能滋养 然后让关系风吟起来 那种感觉 而是属于那种 好像 或者说你有点那种感觉 就是你这一方 会被压到那种感觉 对 就是没有被滋润到 滋养到 那 至于说你 你的那个 你们婚后 到底幸不幸福呢 你会觉得 好像是 之前好像有过幻想 会觉得说 应该还不错 然后 会想说 这个人应该挺 就是挺 挺实在 然后我们 我们成为一个家庭 稳定的家庭 应该还不错 还可以的 还可以 还行 就是可能 会有部分人 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想象 对 那你会发现说 可能是在 真正在套路婚姻之后 你会觉得 好像打了自己一巴掌的样子 对 把自己打醒那种感觉 就是好像觉得说 并不像 想象中那么美好吧 那种感觉 对 嗯 就是 真正相处起来 你会觉得心灵上 好像不受 心灵上会 没有让自己觉得说 这生活是 可以让自己 自己 有那个滋润度吧 对 那种感觉 好 然后 而且甚至有时候还很 比较压抑 就是 甚至相处起来 就是压到那种 嗯 就让自己感觉 还是挺窒息的 那种样子 对 蛮自私的那种感觉 好 那我这边看到了 就说你们好像 就是情感的这种连接 好像比较 很弱 嗯 不知道为什么 甚至有一些人是没有的 那种那种样子 就情感连接很弱 然后只是都是在 围到一些实际的事情 来经营这个婚姻关系 那种样子 好 就是 或者说有一点那种 单方面的那种 情感 就单向 这种情感活动 是单向的那种样子 对 所以 呃 怎么讲呢 如果说你是一个 如果你是个 一个可以接受 这种 比如说他 他会赚钱 他会 他会 呃 他会处理家务 家事楼 你可以接受这种人 但是他不 不 不善于说 呃 去 去那个处理 两性关系 呃 婚姻关系 嗯 的这种人呢 那你那么觉得 我就觉得 他是适合你 但是如果说 你是属于那种 还要追求心灵上 呃 就婚姻的一个 丰满度 一个愉悦感的话 的人的话 那么我就觉得 这个人可能不太适合你 对 就觉得会很压抑啦 很压抑这样子 好 然后会过得也会比较辛苦 这样子 所以说这一切 还是说你们自己去 呃 去 感觉 去分析 然后去做抉择 这样子 好 那这是第三张卡牌的解释了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选择第四张卡牌的朋友们 你们心里想的这个人 你们适合结婚吗 我这边看到的是说 你心里想的这个人啊 他 呃 看起来啊 好像是一个比较容易悲观的人啊 嗯 就是 这种悲观可能有 是由于他之前 有遇到了一些什么问题 然后累积过来 遗留下来的问题 呃 或者说目前也有一些 呃 有遇到一些问题 然后让他自己的内在 其实是非常混乱 非常神伤的 的那种 那种状况 好 所以说他 反正总之他看起来 并不是属于那种 呃 很乐观啊 很阳光 很向上那种人 嗯 就是 就是 是比较 比较 呃 偏向于比较 比较富的那种 特质的人 对 那并不是说他人不好 只是说他的 他自己是在一个 比较富向的一个 一个特质中啊 那种感觉 嗯 然后 呃 至于说你们 如果说有 有他的婚姻 好 如果说你们有结婚呢 呃 我这边看到是说 你们好像会有一种 关系中会存在那种 不平等的那种状况 对 就是 呃 也许说 表面看起来 好像是没什么 甚至 呃 呃 有的是 看起来也是蛮和谐 然后 嗯 嗯 关系还是不错 那种样子 但是其实暗地里 是有一种 存在一种 那种 谁在 谁在掌控谁的那种感觉 对 就是明明之中是 有掌控感的 那一般 一旦有那种掌控的 那种情况发生的话 其实就是会有 会产生不平衡的那种 那种现象啊 对 那种状况啊 所以这种 我是觉得就是会不利于说 呃 就是 情感关系啊 或婚姻关系的一个 比较健康的一个发展啊 对 好 然后 好像是 呃 而且就是说你们在 如果说在婚姻中好 好像 就大家 会因为一些什么事情 然后这种主动性 并不是说特别高 就是说去维护 或说去经营这段关系的那种 主动性并不是说 呃 特别有 或者说比较弱 嗯 呃 呃 有可能是自身的 当然这 我这边看到是说 呃 就是说自己的那种主动性 并不是很 很 很强 然后 也有 也有一些外在的一些原因 然后让关系卡卡的 对 就是说进展并不是说特别顺那种感觉 嗯 那你们 你们也不是说你们没有 没有爱好 没有感情好 我这边看到并不是说完全是说 没有感情的 我是觉得还是有感情的 但是说 呃 婚姻 如果说这种情感关系 啊 婚姻关系 呃 就是说 是在一种 好像需要说 不时的是要停下来 然后修正一下自己的内心 做一些清理啊 然后再修正 然后再再继续 往前面走那种感觉 对 就是说 是需要付出一些努力 一些比较辛苦的一些努力的那种感觉啦 嗯 就是如果说你们愿意去为这段关系 去多去做一些努力的话 其实情感还是有的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说进行下去的 但是就是 呃 会比较辛苦这样子 好 嗯 然后 呃 可以说就是 情感是 是有 但是有可能是各自的一个内在 特别是他吧 他也是需要一些 做一些内在功课的 对 他有一些 也有一些 他自己的一个内在功课需要做 然后可能才可以让这个 当然也包括你自己 你也 你也是需要 对 就大家都是共同 必须要有一个 有一个阶段性的一种 怎么讲 就各自 面对自己的功课 去做自己内在功课 完之后 然后再 再合在一起 再继续进行下去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 呃 怎么讲呢 就是说 如果你 能够愿意去为这段关系 去做努力的话 还是勉强可以的 就是说 如果说要踏入婚姻 还是可以的 但是 如果说 觉得说 呃 就没有那个必要 或者说比较辛苦 然后放弃的 那 那 那也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 也不是说特别适合 好 所以说 至于说适不适合 就再来说 你愿不愿意去多做 为这段关系 多做一些努力 是这样子的 好 那这是第四张卡牌的一个解释了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选择第五张卡牌的朋友们 选择第五张卡牌的朋友们 你们心里想的这个人 你们适合结婚吗 我这边看到的 好 就说 呃 你们心里想的这个人啊 他看起来是一个比较乐观 开朗的一个人 对 就是 呃 就是跟第四主 是完全相反的一类人 他是很开阔的 然后性格比较明朗 跟周围的能好 比较能打成一片 就是看起来人缘还不错 对 就是 就很阳光那种那种人 嗯 呃 那你们好 你们 你们 你们婚姻 关系呢 就是假设说你们有结婚嘛 结婚之后呢 你们那个相处模式 好 我会觉得说 嗯 好像是因为 有之前遗留的一些问题吧 就是说 好像之前有受过什么伤害啊 情伤啊 什么的 或者说跟这个人 有过什么 之前有过什么 一些敏感性的一些 一些情 产生一些 一些伤害吧 那么就是说 会让你觉得说 在这种 关系中吧 婚姻中 然后相处起来会很痛苦了 对 就是你的内在是很痛苦 然后你又 想压着这个痛苦 勉强压着这个痛苦 然后继续 呃 来维系 婚姻关系 对 就是会显得让自己很 又扎心又压抑的那种 那种样子 对 然后 当然我这边看到的是说 是你们的一个相处模式 但是 呃 就是说 我这边看到的是更多是你 你这边好像是你内在的 你 你大 很大概是你的问题 对 就是你内在的这种 好像 的痛苦了 嗯 就是 他好像 他好像还 还比较不会那种样子 因为这个 这个看来是两个人的一个能量状态 就是合在一起 揉在一起的一个能量状态 但是我这边感应到是更多是你这边的 你的 内在的一个痛苦了 好 对 那这个痛苦 就是说 嗯 是跟跟他 目前这个人没有关系的 就好像跟他 跟之前有 呃 之前的一些 一些经历有关系 对 一些经历有关系 然后就是说 影响到你的 你的婚姻关系的一个进展 或者说相处 这样子 好 对 那 你们 你们如果说真的结婚呢 其实是挺幸福的 对 因为很有家的感觉 很有家的感觉 到吧 就是说 很有希望的 然后 是一个在一个很有爱的一个氛围中 就是说 如果说跟这个人成立一个家 好 就是 不 就是排除 排除你心理上的一些问题 你的 你的一些那个 然后 然后外在 来讲 其实是很适合 是你会觉得 其实幸福的是幸福的 因为结婚嘛 就是要 就是成立一个家嘛 就是类似 越等于是成立一个家 那么这个家 看起来是 真的是 不错的 然后 很有希望 很有爱的 那种感觉 好 但是选择这张卡牌的朋友们呢 主要是这样的 就是说 会影响到 影响到你不幸福的点呢 是因为你内在的问题 你要先去爱你自己 好吧 因为我这边看到 就是说你要先去爱你自己 然后 去加持这种 如果说你们真的有 往结婚那个方向去走的话 去加持这段婚姻关系 好吧 因为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总是觉得是 你们内在 当然是更多偏向于你 就是说好像是 很没有希望 就心灵上得不到那种 看不到希望 没有什么目标那种感觉 好 对 就是多数是跟心理有关系的 但是外在其实是不错的 是幸福的 好 就说你们要先把自己 的内在 就是说修正好了 调好了 那么 这段关系是没问题的 其实是适合的 但是就是 得看你们能不能把自己 调好了 好吗 那调好就是说 你们要先爱你们自己 你们一定要爱你们自己 好吗 好 对 去释放一些 就是说 之前没用的一些东西吧 好吧 就说 好好地去 维护说当下的一个关系吧 对 然后也要懂得 就是说 适当地去 有这种 不要太冷漠吧 对 就是说 如果说有 想说跟这个人 结婚啊 或者说 有一段 有个 稳定的家呀 什么的 就是说 在关系上 多去 注入一些 一些浪漫的感觉吧 对 就是你们要有一些 情感上的连接 对 要有一些情感上的连接 这样子 好 那整体来讲的话 其实 我这边看到的是说 更多是你心理上的这种 这种 障碍吧 这种痛苦 就是说 那你 会让你觉得说 这段关系 要跟他结婚 好像不合适啦 但是其实是 看起来是合适的 但是说 因为你心理的问题 不合适这样子 对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纠结 但是我看到是说 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就直接这样讲了 好 那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对 那这就是说 第五张卡牌的一个解释了